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YTS 芳香疗愈工作坊的玉婷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玉婷你好 你好编辑 那想请玉婷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当初呢是因为我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好朋友 这是我大学的好朋友 然后有一次他就和我分享金友的功效 然后他是在惊奇不适的时候呢 使用了薰衣草 然后让他得到很大的放松跟很大的舒缓 所以呢我就想说 嗯难道真的这么神奇吗 然后自己使用了一套金友之后呢 我也发现金友真的带给我蛮好的身心灵的调试 那我就去考取了芳疗师的症状 然后于是呢就开始经营芳疗师 我希望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让大家知道呢 也许我们生病啊 或者是在不舒服的时候 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嗯是 那怎么会想把品牌名称取为叫YTS 芳香疗愈工作坊呢 嗯 YTS呢是You Touch Sense的缩写 那中间那个Touch的是我觉得 金友它不只是透过休息的方式 也可以透过触碰 像是呢我自从有了金友以后啊 回家的时候就会帮妈妈按摩 那只要用一个你喜欢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椰子油 然后涂抹在妈妈身上 只要透过涂抹透过接触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跟妈妈之间互动就变多了 然后也跟其他的朋友啊 家人又有更多爱的流动 然后一些温暖的互动 我觉得它是 我想要经营这个事业呢 最大的动机 可以让我和别人建立起温暖的关系 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人 对没错 是那我想请玉婷跟我们分享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像 我阿嬷很喜欢柠檬草的味道 她就觉得说 你那个上次那个柠檬草精油 哦用料 我们家都没办了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再来的就是 我有一位学生的家长 他在会计公司工作 然后压力非常大 然后我就透过精油呢 帮他做头部的按摩以后呢 他觉得头皮得到很大的抒压跟放松 那我就觉得 嗯 用精油 不但 我自己使用起来很开心嘛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我觉得这份事业是 一个很好的事业 嗯 是 那玉婷你觉得说 你觉得 因为上次这样子的同行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那你觉得跟其他同行 最大的差异化 以及特色在哪边呢 嗯 我使用的精油呢 是一家叫 美商多特瑞公司 它是美国的直销公司 那公司一直在传达 的理念就是呢 分享精油 分享爱 那公司呢 也跟我们说 我们使用的精油 不只是精油 我们用的精油是 一次一滴 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社会 我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那像公司呢 他会和产地的农民 深度的合作嘛 让那些农民呢 不会被中间商剥削 所以他们可以得到 稳定的经济来源 像是 我有一位好朋友 就是我那位马来西亚的好朋友 他和公司一起去 尼泊尔当志工 那尼泊尔是 东青 这个精油的原产地 然后呢 当地的农民呢 以前是 因为中间商的补学 他们得到的收入很少 可能一个月的收入 台币不到100块 对 非常的非常少 可是 透过公司和他们的合作 不要透过中间商 他们的经济 得到很大的改善 可以提供孩子去上学 然后呢 公司也帮他们建立一些 像医疗的机构啊 或者是 水 水的资源 因为他们当地呢 是有的地方是没有水资源的 所以我觉得 公司传达给我们的理念 不只是 你要透过他赚钱 赚钱 当然是需要的 但是更大的是 我们要透过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精油 在赚钱的过程中 还能够帮助到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互利的 互利的经营模式 是 那你们现在公司 主要的产品系列 大概有分为哪几种呢 主要的 主力还是精油的产品 那 周边呢 就像有扩香机啊 然后这是偶尔会出现的 一些 精油小包 或者是出版的书籍 然后像营养品跟保养品也有 那些营养品保养品呢 都有添加精油的成分 所以呢 我觉得都比 市售的 来得天然 而且也有效 那因为其实刚刚前期的时候 玉婷有提到 她有跟其他 像是咖啡厅的 这样的厂商 一起合作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样的经济过程 以及为什么你觉得 那个厂商要跟你做合作呢 那家咖啡店呢 是一个共享空间 我觉得那个 咖啡店的氛围 和我想要的氛围 还蛮像的 因为他们的空间呢 很舒服 然后会提供茶饮啊 点心啊 然后那个地方呢 除了是咖啡 也很有文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加入精油的课程 然后呢 让那个地方啊 不只是有艺术 然后又有香氛 对 老板很喜欢我去上课 是因为他说 我每次去上课 然后那个地方呢 就会有很多香香的味道 是 然后连经过的客人 看到说 你们在干嘛 都会吸引客人 走进这个咖啡店来 然后就会增加了一些 他们的客源 是去 像是透过一个 艺业结盟合作概念 对没错 然后应该说 藉由这样还蛮特别的方式 去让更多人看见 对对 那玉婷你觉得说 对于公司整体的 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短期规划呢 我希望今年可以再开 更多的课程 也是和那间咖啡店合作 就是像老板娘 也有跟我建议说 要不要我们在那个地方 也可以办个试集 或者是 把一个展示区 让大家更认识精油 然后有更多 就是精油相关的课程 可以去他那个地方上课 然后中期的话 可能就是 我希望有一个团队 然后让我就是 在开课的过程中 可以开更多的课 或者是说 我们也许可以扩展到 跟其他一页的合作 然后在中期是这样 然后长期的话呢 我就会希望 自己也拥有一间 方向疗愈的工作方 这样 就是一个实体的店面 然后让团队可以使用啊 或者是他也是一个 共享空间 是 那如果假如说 今天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想投入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 他想要创业的话 那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我觉得一开始呢 你可以先 自己先用 自己先用 然后你觉得说 这个精油 真的在你身上呢 得到不错的功效 我觉得自己有用 然后自己有故事 你在讲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 我之所以会做这一行 是因为我自己用了有效果 然后我也给别人用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有效 你会得到成就感 然后你也发现 你会相信这个产品 你会相信你做的事情 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更深入的去了解 然后 像我的话呢 我就有考取方疗师的证照 然后呢 去请教 就是像已经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你可以学习 然后模仿 然后呢 再来你就加入自己的创意 像我会举办方疗的活动嘛 然后在举办之前 我就会先请教已经办过的人 那请教完 我跟他学习完后 我就会加入一些像我的创意 是 比较像是说 如果想学习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是可以先透过模仿的方式 对 因为其实像是人在学习一样 先学会爬 再学会走 再学会跑 这样子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阶段的过程 对 当你今天对于这个领域 比较熟悉之后 你也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意啊 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做到 差异化 也是变成说是一个特色点 那既有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你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YTS 方向疗愈工作坊的玉婷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谢谢 那我们就谢谢玉婷 谢谢 谢谢 谢谢